因為那個傅昆琦他剛剛最近表態是要來追蹤這個籠頭的位置 那就是會不會現在黨內就是你們這些信徒會不會覺得你是有偉大 怕表態是不是 還要追蹤一個籠頭 對啊如果是這樣的話的確我們會比較不知道怎麼 因為我們的立場意思就是說黨知道如果推頓哪個候選人 基本上我們就會支持哪個候選人 所以一開始就想要談江沛那大家就會全力支持 那現在這個傅昆琦如果也表態說他要爭取這立法院籠頭的位置的話 那的確我們就看看禮拜一明天 對禮拜一會有一個內部的座談的協調會 那看看整個協調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最近結果的話我們就會依照那個決議 那如果沒有要進行假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就是依照個人的意願來投票 所以現在到底要不要進行假投票 黨內目前還沒有確認嗎 對我目前還沒有收到消息說會不會進行假投票 但我知道明天禮拜一有這樣子一個會議 那所以說我想有些決議可能會在明天做出決定 所以我也期待說明天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共識出來 大家有一個一體的共識 因為畢竟我們雖然是不會最大黨 但是贏的行事不多 所以如果一個跑票買一個跑票 我想是以後會十次的立法院籠頭 就會被其他政黨拿走 所以我覺得很希望說 國民黨至少這一次身為最大黨 還是能夠團結一次選出這個多數黨的院長 昨天這個周主席已經有說大家要團進團出 然後全力支持海張 所以現在郭婚姊來追加 會不會覺得他其實就是在黨內有就是沒有共識 或者他有在就是在逼退韓國瑜這樣的事情 我想每個立法委員都有這個爭取院長的權力啦 那當然尊重我副分析委員 也尊重韓國瑜委員 那兩位都是黨內比較資深的前輩 那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大家要當院長的兩級位 都能夠好好的談一談 一個共識抽 讓大家能夠團進團出 不要說到時候又分裂 因為我想跑一票跑兩票 這個結果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大家還是能夠有個共識 那在2月1號的時候 能夠順利的來選出我們院長跟副院長 所以你自己假投票 我都可以 有假投票 有假投票就投假投票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看這個黨團的這個決定 因為黨團如果決定怎麼樣 我們自信克利文 我們就尊重這個過去的決議來做 所以一切都是提同黨的就是安排就對了 就在這個人事的院長的布局上面 我想我們就是依照大家的共識跟決議 我們實際來說 當然如果明天沒有決議 或是明天沒有共識 要透過假投票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也只能假投票 那如果明天有一個正式的決議出來說 確定是要韓或最近要付 那我們就是支持哪一位這樣 其實今天這個餐序本來就已經約好了 那時候約的時候還沒有韓院長 韓國瑜要爭取院長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本來是一個台中立委的 當選立委的聯誼參會 所以那可能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不確定韓有沒有要來 因為其實我知道他 都是北里坤有跟我說他要來 所以我才知道他要來 那邊是誰做的 今天應該是我們的一些黨務的 中部地區的一些黨務高層他們邀請我們 富崑奇異在這裡不是為了任何的職務 而是帶著我們這麼多繼承百姓陰的期盼 三十年來要求的國會改革應該立即的來進行 而這件新的國會的議長也必須示 就是以國會改革為主要的任務 富崑奇異在這裡宣示 如果富崑奇異擔任國會的領袖 會在18個月內完成立法院的聽證權 調查權以及把所有的這個國會的議事 攤在油光下所有經費的使用 讓全民來監督 並讓中央政府能夠不會再有任何的弊端 讓我們的國家能夠清延 政治能夠透明 是這一次富崑奇希望參選國會領袖 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承諾 如果富崑奇能夠有機會來擔任國會的領袖 18個月內沒有完成國會的改革 落實所有聽證權 調查權 仰望法案 以及所有透明事項 回應基層百姓陰陰的期待 18個月內如果沒有辦法來完成這個國會領袖 就應該要持續領袖的職務 在這裡富崑奇會現場的來簽署承諾書 我們更希望不管誰要來擔任國會領袖 都必須要公開的承諾 18個月內要完成所有這個立法的程序 讓整個國會能夠在陽光之下 屬於所有基層百姓的權利能夠伸張 市長這個富崑奇表他要來針對立法總統你怎麼看 各別委員他們的一些行動 我們不應平衡 我已經說過 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當初原始的想法 是看到民進黨貪污腐敗太嚴重 因此我們希望在野的立法委員的席字 國民黨的席字能夠增大 盡一己之力讓國民黨的立委越多越好當選 那我們也希望過去八年民進黨的貪污腐敗 未來在賴清德領導之下的政府 能夠良心發現改邪歸正 可是我們不知道 善良的台灣人民 完全不曉得未來四年賴清德的政府能不能夠清廉執政 這個時候在野的所有立法委員團結起來 形成一股強大的監督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別 我們再三跟選民保證 我們一定要恢復特徵組 專門針對貪污的大官要整辦 所以在野的立法委員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 這才是我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給自己的要求 我也相信是廣大的民眾對我們的要求 讓我們一起團結起來 謝謝 我答真的 請秦成委員發言 這個部官界表態不要展現這立院籠頭 那今天宴請你這個政府立委 要凝聚共識這個部分 會不會擔心黨內有分析的情況 來喔 不會有分析 這個基本上我想立院的政府院長 其實在整個立法院他跟行政院之間的角色實際上非常重要 過去八年以來剛才韓勝也提到 人民對於如何監督政府這件事情 而且要有效監督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充滿疑慮的 也因此我們搭檔希望能夠競選政府院長 就是希望發揮在野合作的力量 來監督目前的執政黨 雖然目前的執政黨他們在立法院並不是多數 但是總統的權力畢竟還是很大 所以如何發揮有效的監督力量 也是接下來我想廣大人民的期待 這是我們願意來參選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我們為並肩作戰一起努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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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一定會看到一個清清白白 政政黨黨團進團出的國民黨 我們一定有堅定的信念 因為這是一個台灣新政治的一個情況 新的一個政治局勢的開始 我們希望全民都在看 國民黨一定扮演一個非常理性 但是強力監督的角色 我再一次呼籲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主席也是總統當選人 請他一定要看清楚局勢 對於台灣的新一波的民主改革 民進黨不要一開始就走了一個黑暗面 或者是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 金錢也好 權力交換也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全民都在看 國民黨一定堅定的立場 就是清清白白 正正當當 團進團出 大家請放心 我們禮拜一會有黨政的座談會 我們一定會秉持這樣的原則 那韓國瑜院長跟我每天都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也希望韓江沛全力以赴 那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一定會展現出國民黨大家共同的意志 團結意志 我們多多的協調 多多的溝通 最後一定是大家團結意志 我會想要學習的 同學 這是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